2020未來之星對抗賽亞大棒培訓隊 23歲的宋文華是正中年紀第二大的選手 受到疫情影響提前返台 大概是3月10幾號回來的吧 對 有點忘記 然後一回來的時候 一樣我們就是按照球季的那個時間去做準備 然後因為3月多大概是春訓 所以我們就以春訓的節奏去做調整 然後從4月到現在我們就是以 像賽季一樣去做準備 就是我們會固定去投一些模擬實戰 或是甚至去投比賽這樣子 然後現在剛好棒鞋又半車的比賽 就更讓我們有比賽的那種感覺 就是維持比賽的手感這樣子 2016年加入教師隊 宋文華最高層級升到短期EA 2019年是他最完整出賽的一年 21場出賽 41點1局送出59次三陣 防律3.05 表現不俗 可惜今年小聯盟賽事取消 無緣再挑戰更高等級 今年其實我春訓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自己狀況不錯 然後我也挑戰蠻好的 就是蠻有機會可以從比較高的層級出發 然後剛好又遇到這種事情 我就覺得會比較可惜 但是遇到就遇到 那還是要按照自己的節奏去做準備 在這次對抗賽中 宋文華多半以中繼獲救援出賽 最快球速151公里 透過與各層級球隊及旅美選手同場較勁 宋文華持續備戰大聯盟之路 今年的話我就多練了一些新球種 然後就想要藉由這次比賽 然後在比賽中拿出來 然後看有沒有得到一些什麼效果 然後明年的話 就希望我會利用這些新的東西 去面對我的新的球技這樣子 像是什麼新球種可以講的 就是很機密的東西 這個比賽的時候就知道 我們看到了還有一些新的球技巧 還會說應該是不錯的 而且也是一件很數目的 好 因為我現在不讓大家 那麗球的主線 I要這樣的一件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